鐵門全拉下只剩消毒人員噴灑藥劑 被農爆發18人群聚感染 已經全面停工 農產公司他們拆檢出了197個人 目前有兩位陽性 儘管北市疫情趨緩 但小型感染源還沒全數歼面 眼看28日解封在即 市長柯文哲坦言 分區降級不容易 台灣的這種管制 說要不同的限制 要不同級 我認為不太容易 倘若降級又該從哪開始鬆綁 柯文哲也受度鬆口 當然是有答案 就是不吃飯的優先 沒有脫下口罩吃飯的先優先 所以去看美術館一定是先開放 設下解封條件也擬定冷區殲滅策略 疫苗打好打慢 北市6月18號80歲以上長者開打 預約施打率打83.44% 持續增加 統計15到17號85歲以上長者施打率 63% 但猝死案例也來到4人 北市有因此出現還打潮嗎 80歲感染的話死亡率是14% 衡量成本效益 雖然在長者打疫苗好像有一些 有些互作用病化症 但是整體來講還是應該要打 也因為接種AZ疫苗後發生多起猝死狀況 不少長者把希望放在陸續來臺的莫德納疫苗 未來北市能夠自由選擇廠牌來施打嗎 不同的疫苗保存條件都不一樣 所以那進隔時間也不一樣 所以這個中央還是要想想看 你知道有一個統一的規定 就是說你將來是一個接種點只有一種疫苗 還是一個接種點有不同種的疫苗 疫苗太多種反而造成那個 行政成本就會越來越高 疫苗來臺速度加快 廠牌也變多 但也意味著縣市政府現階段的疫苗戰略 又得砍掉重練 環美新聞 輪远續到平均 特別報導